阿翔 你有覺得什麼樣的事情 你是佩服萱萱的EQ嗎 你不要看他這樣 他是有 然後他的自尊心非常高 然後他脾氣不是真的那麼好 他會經常用一些方式來讓你知道 我在不爽 他會用什麼方式 比如說車門故意不關 比如說甩門等等之類的 他會用一些小小的事情 然後我說 幹嘛 你在不爽什麼 他轉過來說 沒有啊 這種 效力差 對 其實這種 這種我們 我們這種比較習慣直來直往的 有時候反而比較 會更 難處理 對 難處理 我懂 因為你那個效力就是想像說 你還問我 你在不爽什麼 對 你是豬嗎 你怎麼不知道我在不爽什麼 對啊 因為有時候就不需要硬碰硬 我硬碰硬就是硬吵起來了 那有什麼用呢 對啊 可是你車門 可是你車門沒關耶 但是情緒總是要有個出口 所以我們就讓車門開的啊 對啊 有時候會這樣 上次他看那個倒車看後照鏡的時候 後來你整個歪掉 這也太幼稚了 但是我覺得他很厲害 就是他耐性非常好 非常有耐性 尤其是面對小孩子的時候 有時候小孩歡起來真的很歡 而且尤其是我老婆那時候 也是非常慢回來 比如說我老婆可能很想睡覺 但在睡覺的時候 我兒子就 啪啪啪一直啪他臉還是什麼 他都可以很 就是非常的有耐性的講說 跟他講道理 對 雖然我兒子才不到兩歲 然後跟他講道理 聽得懂啊 對 然後慢慢的 慢慢講慢慢講這樣子 什麼都可以慢慢講 我覺得他真的 對 耐性非常好 很多媽媽都是耐性被小孩磨住 對 真的 然後一轉頭就說 快點去幫我洗澡啦 對 可是你這樣 因為我們的耐性已經用完了 這樣對他兇得下去嗎 我知道你的脾氣比較暴躁 可是你這樣對他兇得下去嗎 他都笑笑的 對啊 他就是 他笑了 他是 對 反正 對啦 就是這樣 你知窮啊 相負下去 兩個人本來莫名其妙的事情 都會吵起來 都會這樣子 而且日子越久 就吵架的事情 越小調 對啊 越無聊的事情 越會吵 哪一天你走路的方式 走路這樣很醜耶 然後就吵起來了 真的 你怎麼又透風又發作啦 對啊 這也會有吵 這樣也可以吵 這很正常 對啊 所以我覺得 但是至少我覺得 我自己本身的EQ 有被萱萱給 因為萱萱調整得好一點嗎 你是被他調整 還是被RQ調整 他已經有一部分了 然後我兒子更大一部分 OK 對 可是你剛剛丟出去讓他去撿 對 可是你剛剛丟出去讓他去撿 這樣比我罵他 OK啦 因為他兒子不是這樣去撿 對啊 他還是自己的 姐姐呢 姐姐你覺得弟弟這個脾氣的方面 從結婚之後有改善嗎 其實有啦 雖然不是對我跟我媽 但是其實他結婚之後 真的最大最大的改變 他說萱萱的耐性 其實他的耐性也變很多 你知道以前開車 他開車的方式是 不能被超車 對 就是他前面不能有車 以前不能有車也太難了吧 他前面不能有車 有車那麼大台 真的 在高速公路怎麼辦 因為你知道 我們這種打籃球的 在球場上面 我很難讓前面沒有人 以我的速度來說 對 對 以我跑步的速度來說 真的很難追上任何人 所以我知道 在開車的時候 把他彌補過來 這是一種彌補的心態 開車比較快 沒有 可是現在 你知道現在他 自從結了婚 有老婆 有小孩之後 尤其是兒子生了之後 你知道他開車慢到一個 有時候我們在高速公路上面 你知道他都開在最外面 以前一定是開在最內車道 現在開在最外車道之外 你知道他大概就剛好 開在那個時速 大概90 然後真的有時候 然後再放那種兒歌 給他兒子聽的時候 我都好怕他睡著 因為他會跟他兒子一起唱歌 你娃娃這樣子 我就跟他講說 你要記得踩油門 因為你知道車子 你知道旁邊那種 大概20年的 Toyota都可以超過去的那種 我真的覺得 你到底有沒有踩油門 他的耐性變得很好 然後跟他兒子講話 也是變得超級有耐性 對 真的 我覺得這一點真的變 對 有時候我開車開一開 我媽坐在旁邊 自己要這樣 我說幹嘛 媽媽都嫌慢 他都嫌慢 連我媽都嫌慢 有家的責任的感覺 對 所以有時候你知道 如果可以 就是有機會一個人開車的時候 你知道那個多舒服嗎 狂飆 脫了江的野馬 你知道 好舒服 對